你現在聽的是 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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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個人意見 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今集的范大人 很明顯是上一集 還沒說完的 我們不說廢話 就交給 曾先生 埃雪曾 曾這個字 你知道 姓曾那些現在是 范仲曾 范仲曾的字就是這樣 給你吃到的字 又是我們三條馬路支持 還有阿日 回到上次的話題 美國金融體系 怎樣對整個世界息息相關 還有為什麼我們社會 走到上之前 每一個國家 都好像欠某個國家的錢 那麼 那條數是開始 越來越大 大家都好像還不起 給對方 這是歐洲而已 嗯 對 那說起歐洲 為什麼歐洲會沒事呢? 歐洲什麼沒事 就是那個 美國和歐洲的關係 歐洲應該是跟美國的 形式差不多 都是用債來撐起國家 歐債 歐債為什麼會這麼大 其實歐債是 那個 百分比 是 美債的一倍以上 那個 總額就是小 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那個 百分比是 更加大 哦 相對於這個國家的 GDP 歐洲很多國家 去撐的債是 百分之一百幾 到二百幾 都有 我明白了 我之前 上午有說過 美國的債呢 是 是 要一年 全美國的市民 撐了所有的錢 是可以還到的 是的 而歐洲呢 就是要連續撐兩年 哈哈哈哈 兩年期間 他們不可以開飯 是的 還不能供樓 歐洲其實是更加嚴重的 是的 為什麼歐洲好像沒有這個抗議 華爾街坊也這麼厲害 是的 首先就是要說一下歐債的歷史因素 等等 意大利是特別一點的 在佔領華爾街行動裡面 全世界的城市裡面 意大利是 一夜就跟你打到行一行 暴動的 即是它很激烈的抗爭 是的 也都是出了警察啊 燒車啊 就是那些店舖破壞 是否借一些意外出來抽水 不是 看一出 意大利人其實是很憤怒的 但是 可能本身是 有牽涉自己本身 意大利裡面的內部的憤怒在那裡 那 真是怎樣呢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意大利人納稅 要填債的%更加高 要還三年 是的 好 那我們回到 為什麼你說歐洲和美國的分別在哪 歐洲呢 就是 它的稅是 不是 它那個 撐銀行的債 嗯 是由二百年前已經開始 哦 即是 兩世 起碼兩世人的數 可能不止 為什麼會由這麼長開始呢 其實是這個 美國 不是 歐洲的銀行界是17 不知道幾年開始崛起的 是 那當時呢 就是有一個家族 就是這個 Rothschild 是 就是這個 全民中控制這個 歐洲金融體系那個 那個 呃 什麼 是 明白 這個是金融界的大佬 來的 是的 那個情況就是 開頭那個 那個 那個 Rothschild 那個 就是這個 族的 開始那個人 已經有幾代開始了 是 16 不知道幾年了 是啊 那他呢 就是發覺原來我們借錢給政府是最好的 嗯 政府是 包還到 是 政府還不到 那誰可以還到呢 這樣 然後呢 他就開始開一些銀號 就是借給政府 嗯 但是呢 那時候的歐洲呢 基本上歐洲一直都是戰國時代 是 就是他從來都 他久不久呢 就有一些皇帝想統一歐洲 嗯 但是呢 又失敗了 嗯 然後呢 就一直都是互相打來打去 是 他也是很聰明 就是他借錢通常是借給兩班打架的 哈哈 就是怎樣都好 一定是贏了那個又會還 輸那個呢 就是因為那些政府 你知道歐洲的國家很小 嗯 那他又要打仗 打仗要籌錢 那他原本呢 就是要那個 就是那個王族呢 是要逼那些 那些所謂的諸侯呢 是咬錢出來打仗 嗯 那有時候那些諸侯不肯付錢 嗯 有時候是比進都不夠錢打仗 是 於是呢 他們呢 就要問那些銀行借錢 嗯 即是那時候那些銀行還是很初步 是 然後呢 借了之後呢 有時候呢 有些政府就是 什麼呀 不玩不玩啊 什麼事啊 這樣有很多銀行呢 就是偷了一顆的 哈哈 然後呢 他們呢 開始有錢的時候呢 他們就要逼那些政府呢 就是立一些禮呢 是越來越保護那些銀行 嗯 最拉尾呢 就是 產生資本主義的 就是說 如果你 如果你撐我的錢 是 就算你死了也要還 嗯 即是這些是 英國的法例來的 是 然後後來漸漸呢 就 就是蔓延到歐洲 死了也要還 是說政府而已 不是啊 什麼人都是 那怎麼辦呢 如果是拙口呢 我的袋都死了 那就是撇像也沒有東西 噢 即不是死了也要還 即不是死也要還 即是這個 是不是形容詞而已 死也要還 死了 你的後人要填你老爸的數 是嗎 即是除非你全家都死了 就不能追 那我覺得不公平 我爺爺借了錢 欠了那筆數 那筆錢我沒花過 也都沒見過 那我可能隨時背著我爺爺的數 是啊 但真的這個例子是在的 聽說是 嗯 總之就是保護了那些銀行 是 越來越大權力 是的 那些銀行呢 就當然就是多多借 嗯 然後政府就覺得 嘩 我這期不行 那又問銀行借 嗯 然後行了就是打仗 是 然後打仗好這頭 打完這樣 即是幸運被贏了這樣 就在別人的國家那裏迫別人來還錢 是 那就自己沒事了 是 輸了呢 就要還給別人的國家 仍然還還給銀行 是 然後呢 還要重建又要借一筆 事務大小也要借錢 是 所以呢 這些銀行開始有歷史的經驗 就是發覺 原來一打仗 一打仗呢 對於自己的生意 非常好 是啊 所以他們永遠都是支持 很支持政府 去打仗 好 當然好 這樣 然後呢 就打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嗯 從此呢 這個歐洲的主要國家 他那筆數呢 就已經大到呢 是 GDP那麽大了 是 一大到GDP那麽大呢 我就覺得 基本上是還不起的債 是啊 一個永無止境的債 然後再這個利上家 利息上家 息了幾十年之後 就變成了兩倍GDP 哈哈哈哈 就是基本上這些是合法的大二洞 是啊 OK 那所以呢 你剛才在麥克風就說 有條片說 這個 這個國家就搶 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又搶 這個國家又搶 這個國家又搶 那那條數是誰的 這樣 那條數是屬於銀行的 啊 不是屬於政府 OK 即我明白了 譬如是四個人打牌 那當然有些籌碼在那裡 是 打來打去呢 就是有輸有贏 但原來那個籌碼最後是屬於哪個呢 最後大家都是在問銀行借的 是啊 喔OK 是不是這個解釋非常之好 是啊 OK 那跟著呢 其實歐洲的銀行都害怕 嗯 就是大到有一天去不還 這樣我都會死 是 那然後呢 我死了 我死之餘呢 連你們那個憲法制度都死了 嗯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是要根據法律 是誰欠誰要支付 嗯 你如果維持不到 搞到銀行都倒閉了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 有些情形之下 是欠了人不能支付 是 這樣然後就算了 那就是法律就已經瓦解了 嗯 即是兩難局面 是的 算又不行 比又還不起 是的 現在是去到那麽荒謬的情況 是啊 那你想一下在那裡戰後那個政府 一開始重建的時候 已經揹著這麽大筆數 嗯 一路好一點 這樣跟著人行又抽了 是 你說有 怎樣可以好呢 嗯 其實現在歐洲人過個新光頸靈 是 去到那些樓 哇鬼死那麽靈 原來個個 不是那些市民不知道 但原來政府揹著這麽大筆數 嗯 跟著在那邊撐著那樣在那邊沖大頭鬼 是 就是希臘那個破產都是因為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呢 希臘也是有份打仗 嗯 我就覺得這次這個題目呢 就是那個 那個闊度和深度呢 我覺得簡直要找幾個格林斯潘 坐下聊一聊你發生什麽事 格林斯潘就說 如果你認為你明白我說什麽的話 對不起你誤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格林斯潘每天都可以回去 其實我不是很像我自己說的 哈哈 連我也不知道 沒理由你知道 對 好 那我們繼續說一下 講到哪裏 講到 發文 噢 那真的 債務這一部分 其實基本上 是解釋完的了 對吧 哈哈 你發文了 不是叫你 哈哈 債務這筆東西呢 就是 你不想的時候 就好一點點 是 一想就發覺原來 喂 是解決不了的事 都是繼續給你識算 哈哈 是嗎 是了 好 那這個歐債 其實跟這個 霸佔華業 就是霸佔華業 其實是有沒有關係的呢 歐債 其實是因為 為什麽會 蔓延得這麽快 就是他們的市民都發覺不對勁 是 所以就一呼百應 所以就這麽多個城市一起起洪了 是的 但是現在就說 資本主義 歷史帶下來 慢慢演變成到 這麽荒謬的狀態 那另一方面 也看到 喂 其實也是解決不了方法的 雖然大家都說 我們要去 對資本主義 反省 或者我們要走 另一個方向 但是其實 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例如有些人很覺得 喂 你不走資本主義 就是走共產 但是我又覺得 喂其實都不是的 就是 這麽東西 不是說到 不是黑就是白的 喂 只有兩個主義 可不可以是 第三個呢 就是有一個 靈靈性的一個不同的 還是 喂 我中間的 就是資本共產 二合一 這樣 其實現在 那些人 那個 趨勢的想法是 覺得這個才是可行的 嗯 那 資本和共產都可以 有這個 35對65 或者40對60 是 是可以這樣走 是 譬如怎樣呢 就是 在這個民生裏面 就是走共產的 一去到社會的 商業模式那裏 就走資本主義的 不是啊 其實是說 你可以立很多法例去限制這個商人的自由度 是 那那個例子是什麼呢 就例如這個 以前我們 屋邨的那些商店是政府的 嗯 那政府呢 他那個 他的租金就是 他收回成本就可以了 嗯 就是我養得起那些管理員就算了 是 所以他的資金呢 他的那個租金呢 是遠遠拋離於市價的 嗯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呢 就因為他是屬於政府 那然後呢 那個 那個 領匯一上市呢 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資本主義了 是 那呢 就 當你一買股票出去呢 就是當然 事實上就是 那個股票一下就被人收購了幾多% 就變成了大股東 那個TCL 嗯 跟著馬上就加租了 是 就要一路加到去追到這個市價為止 其實我想很多人在這幾年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過分的事 就是我以前都住過屋邨 就是當我過了幾年回去看 被領匯接收了之後呢 他是啊 他大裝修啊 弄得很漂亮啊 但是在一個 偏遠的屋邨 他都是同一模式這樣做 然後引入了最大的財團 就是 八街啦 美心集團的東西 所有有特色便宜的東西是沒有了 但是對於 當 在那裡住的人 只要我需要一些有的東西 它便宜 而且是很地道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去到尖沙咀的商場 我家裡可能是說葵方啊 青衣啊 那些偏遠的地方 這些完全是 漠視了那裡本身應該要有的東西 而只要他為了他 可以有更加多的收入 他就把商場裝修到 跟外面一樣 然後說我們增加我們的競爭力 但是對於那裡做生意的人來說 喂 那裡人流來去都是那裡住的地方 不會有人專門說 喂 我很想去葵方商場 看看是什麼 這個是很荒謬的事 還有另一方面 你這樣就是 握殺了一些小的租戶之餘 就是令到那裡的人 也得不到一個合理的價錢 只是得到一個更加就是 我要給多些錢 還有感覺上是 自我感覺良好 喂 我現在是大財團 吃著美心 你看 有冷氣 那張椅子是比較漂亮的 喂 真的沒有了 是啊 那立刻不是有幾百人 每個商場 每個屋邨 多幾百人失業呢 是啊 也都令到當地屋邨的人的生活 是皮肺更加加重了 是啊 因為我沒有一個便宜的雜貨店 我一買我就要買百佳 那跟著你想一下 那誰的錯 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上市 你一旦自由了就變成這樣 誰叫你上市 是啊 我贊成 所以我覺得是有很多的民心 還有一些必要性的東西 例如醫療 能源 那些我都覺得本身應該要公認 是啊 因為一私營的時候 你沒有 你除非立了一些很好的法例 可以騎制到它 不然你就會令到那樣東西 就是拿著你最重要的命脈 而你是沒有發出的 是啊 而現在領匯的事件就是 正正是這樣 是啊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香港所有地鋪 有某個屋邨 是屬於政府的話 是 其他那些私營的租金 是不會加得那麼快的 嗯 因為如果你這麼加快 我不做了 我去政府那裡 沒有算了 是啊 所以你加不到很多 是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當然只有屋邨 嗯 然後呢 其他店舖就是 咦你生意好嗎 我就加你租了 是啊 你永遠都是跟租金打工 是啊 每一個業主就是看著你那盤生意 當你賺到10萬的時候 那我就要你9萬分租 是啊 你20萬的時候 那好吧 18萬 即你賺多少錢都好 你真的 是很不甘心地 你只是給它賺 然後 然後呢 那個店舖說 我做不住了 嗯 好像我樓下那個 一家租的漫畫店就倒閉了 是 那現在變成什麼 現在沒有看漫畫 那現在那個店舖變成什麼 吊空 嗯 然後 誰做得到呢 就是 哪一個 哪一個 最暴力的行業就找到 是啊 那就是說你走到那裡 一定是買貴東西 嗯 買貴東西之餘 其中有一大半是給租的 還有那個行業是越來越單一化 是啊 因為要是最賺錢最賺錢的那些 是啊 那做就到什麼呢 就是 每一個不同的範疇的商業模式 你就 最後只剩下幾個最大的財團 是可以撐得到的 是啊 那跟著你又可以想像一下 那些中產的那些就沒有了 是 那可想像現在就是 那個貧富懸殊增加之餘 就是 中產的那個生戶 雖然是在賺中產的錢 但是他的生活的質素 是越來越下降 是 還有中產人數越來越少 是 就是想當年 你開間這個牛雜店 哇 那個老闆不知道賺多少 嗯 現在沒有了 現在交不起租 是 那跟著呢 那個做事的那些呢 就是鬥這個 什麼 最低工資 嗯 那你想像一下就已經沒有了一個中產了 是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那個中產那個 就是 那個錢是多少到多少的 不知道 不稱為之中產 我已經 我已經不是中產 就是你現在上產了很久了 我現在變了草根了 草根 我看你現在這樣 應該 眼鏡都換了 我猜你應該是彈起來了 哈哈 我只是衝的 我只是衝的 OK 我們回到政體了 那所以呢 就是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 一個國家裡面 那個政府擁有很多 國企 嗯 就是國企是上繳中央的話 是 然後中央呢 又要看著那些 國民的面色 去做人 嗯 所以這樣就會變成 那個國家 能夠謀取暴利的人多 是 就是除了高幹之外 是 就是高幹又變成一個問題 是 但是 商人就沒有得槍決了 嗯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叫做幾多%共產 幾多%資本 是 你現在想到中國那麼巧 就是調轉了 就是 開始很多 由私企呢 現在又收歸國企 國企之後呢 又開始慢慢打死回 就是 現在一些比較小的私營企業 這樣 是啊 其實中國那個 那個模式 是會令到那個政府很強 嗯 原因就是 這個石油的國家 銀行又是國家的 是 它不會 它沒有機會 撒回政府 轉頭的 嗯 然後那些暴利又在政府那裏 是 然後政府維持它的穩定 它又不可以令到那些企業 脫得那麼厲害 嗯 就是其實現在 你這樣說 其實中國現在走的那裏 是非常好 但是 只不過說 可能 當政的人 如果OK 其實這個就是OK的 是的 那麼問題就是 當政的人這麼大權力 嗯 它當然是說 你想進來做生意嗎 那你當然要什麼 對吧 是 請問 我批准 那你就要我批准了 那你就要我批准了 就先做三條五 先 是啊 是啊 就是先抽根煙 是啊 然後再送禮 那些月餅裡面有黃金 有鑽石那些 還有一些酒 哦 明白明白 那些是貨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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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些什麼貴州茅台 你現在炒到一萬元之一 主要是當錢用 是啊 就是那個問題又 就是又是變成另一個問題 那怎樣呢 嚇死胡同 就是無論什麼都是我們都是有問題的 我們本身應該是 就是這樣說 你上一集就說 我們是人的態度有問題的 我就覺得不是態度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本身的人是有問題的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幾千年歷史 就是都有問題 就是我們基本上沒有什麼進化 我們的科技有進步到 但是我們的文明沒有什麼進步到 所以科技就服從於那些沒有進步的人 是 去想辦法去掠人 嗯 OK 好啦 那我們這一節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就繼續 繼續這個話題下去 你聽的是花嵐電台 我是研究新 埃石 好啦 剛才埃石就說了這麼多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是 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 就是剛才你聽到我說 解釋這個歐債的來源 是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歐洲的銀行體系 一般就是控制著歐洲的政治體系 嗯 就是全部都欠他錢 都是欠同一班人錢 嗯 然後呢 美國 美國那些又在哪裡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 你可以說 一立國就已經開始了 被迫害了 哈哈哈哈 就是已經要說到 什麼秘密會寫的那些 是啊 如果說到牽涉到這些 這樣 是啊 那當然 立國裡面那些元老呢 為什麼一開始就有一班人 可以有嚴密組織 嗯 就是因為一開始已經有嚴密組織 哈哈哈 謝謝 是 很清楚 就是歐洲的嚴密組織 深入了美國 初船過了去美國 是 就成為美國那些 就是初期政府的內閣 嗯 所以由歐洲後面 就已經有資金 以及有這個體系去支持他們 是的 嗯 但是呢 後來呢 這個美國的那些體系呢 又脫離了歐洲 嗯 還反而欺負回頭 嗯 其實宏觀一點去看呢 這個國家的政治呢 其實跟黑社會差不多 哈哈哈哈 就是堂口的爭奪啊 然後那裡又殺了回這裡 又做回大佬啊 然後那裡的 就是易打六啊 還是什麼雙方紅棍那些 又彈起了 又回想他 是嗎 是的 嗯 其實都是一個弱肉强死的 一個 就是這個世界 然後呢 正式是 就是為什麼美國會做大呢 就是美國呢 一開始 1766年 1766年 對嗎 1766年 就這個獨立 就是 something like it 18不知幾年 開始就發明了這個 石油的汽車 嗯 然後呢 當時就開始有一個 需求就是 原來石油是有用的 是 以前就以為石油這樣 黑漆漆 燒起來 一陣煙這樣 我就不會拿來煮食了 嗯 這麼臭的有什麼用呢 是 然後呢 誰知道原來是可以做汽車 汽車就不需要跟鐵路 那就是說呢 我要這個交通的皮費便宜了很多 是 就是 開頭以為我要這個 就是mass transport 首先要起這條鐵路 嗯 這條鐵路要集資幾大筆錢 是 然後美國這麼大 我就要集資很多錢 是 那誰知道原來汽車這樣 我生產的汽車很少錢 是 然後呢 就在那個時候呢 就有 開始有這個人 在那裏周圍去找石油 嗯 然後呢 就其中有些呢 就做大了 嗯 然後最大的那個呢 就是rocketfiller 哦 rocketfiller rocketfiller 那個名字 就已經是石油名 是 就是在那個石油那裏 新條管出來 就fill up 一些東西 這樣 就不是rocketfiller 哈哈 哈哈 我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關事呢 沒有 很多很多英文名字 都是 好像跟那個意思一樣的 或者可能他本身的名字 就不是叫rocketfiller 就是因為找到石油 就所以改名字了 你的姓都改了 不知道 就是像日本那些 哈哈 日本那些什麼山中啊 水邊什麼什麼啊 那些 是啊 這樣 然後呢 這個政府呢 就是覺得自由的嘛 那所以你掘到就是你的了 嗯 那但是石油呢 原來呢 就是 就是插條管內 就去一聲不斷出 是 但是全部都是錢 嗯 那就造就了這個rocketfiller 成為這個 就是有些人的計法呢 就是有史以來最有錢的人 有史以來最有錢的人 多有錢呢 可不可以給一個比喻來呢 他是Bill基的 不知道多少百倍呢 哇 哇 Bill基的幾百倍啊 是啊 那時候大概是什麼年份 一百不知幾年 嗯 哇 就是買起地球的了 哈哈哈哈 不如你這樣算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不是 就是他那時候的錢 截算回這個通脹 是 算回現在這樣 就是可以買得起地球 是啊 很誇張啊 這樣 但是呢 現在這個rocketfiller家族呢 表面上是很少錢的 是 那有人說過 為什麼呢 就是 他可以把他那份身家一邊 一邊拆 一邊拆 拆在一些不知什麼基金那裡 然後又說做善事 又說不知什麼協會 是 什麼公司就是紙公司啦 然後越溝越淡 這樣 是啊 明白 所以呢 你的商業調查的東西 查不到 是啊 不要說商業調查 我想他自己也不太查到 他突然 跟自己的師爺 會計師爺 說我們有多少錢 這樣 不行啊 老爺 整個家族太大了 現在計不到 是啊 估計數機不夠位 救不到 哈哈哈 所以可以想像 其實現在他們家族 都應該是rocketfiller 不知道幾百倍 嗯 不 但是為什麼不知道呢 就是他本身低調 不想人家知道 哦 因為phobia雜誌 是他們的 哈哈哈 是啊 所以實際上最有錢的人 是永遠都不會上富豪榜的 沒錯 我也這麼覺得 那除了他之外呢 還有這個 大摩 嗯 雷曼 高盛 都是很有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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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東 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錢 嗯 但是之前 雷曼就是 接了 那對他們有沒有影響呢 雷曼接了 就是他們 星期日 坐在打麻雀的時候 然後 過了都說 這傢伙 牌品很壞 哈哈哈 我們夾在一起 哈哈 就是這樣倒了 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就是 他們玩牌的時候 你都在場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比喻來的 比喻來的 哈哈哈 請看一下這個高盛陰謀這本書 哦 OK 還有都可以看一下什麼的 Wall Street的第二集 都有提到少少的 是啊 然後呢 你有了石油這個 這麼大的企業之後 那你當然是大把錢投資了 嗯 投資去哪裡呢 首先是石油化工 是 有石油化工 變成了電油 氣油 柴油之後 還有是這個 藥物 提煉塑膠 塑膠 化妝品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有機 沒有機肥料 是 然後呢 你既然有 你既然成為這樣的供應商之後 那你自然就已經操縱了這個 這個農業 藥物業 藥物業 還有這個 潮流 即是你玩了 然後還有這個 食品包裝 嗯 還有這些食品 是 都是去玩了 嗯 然後呢 銀行那裏 有一群有錢人 都是富可敵國的 是 那他們又 他們呢 就當然是 跟那些地產商就勾結了 嗯 勾結什麼呢 就是說 你是不是 美國夢 美國夢 就當然要買一間屋子 是 買一間屋子 怎樣才好呢 不用黏住那個 就是城市 你想想 城市就已經 規劃了 這麼大 嗯 那在城市裏面 你想住當然越來越貴 是 那你當然在城市旁邊 這樣越來越多 又可以開車去 開車去到 要交給一個漂亮的環境 有房子 有花園 鳥與花香 這些是美國人的嚮往生活 是的 既然你有開車的話 遠就不是一個問題 是 給錢就可以了 是的 然後呢 這個 美國夢 就產生了這個地產商 嗯 但其實美國那些 那些這樣的房子 和地產是不值錢的 是的 本來呢 在這個十幾年前 那些房子是很便宜的 是啊 是啊 自從加林斯潘開始 就越炒越貴了 嗯 而這些房子炒得這麼貴 亦都產生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債券 就是銀行不斷借錢 然後分拆了 成為這些 那些什麼 次案產品 是啊 金融的行業 不斷把那些不同的東西 去包包裝 變成另一個東西 包包裝變成另一個東西 不斷滾滾滾滾滾滾滾 是不是這樣 當那些房子開始炒貴的時候 那些家庭就想 咦 買屋可以保值 是 每個人都買屋買屋 有得炒 有得炒就越來越貴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美國最大的泡沫 是 而那時候很荒謬到 窮人都不用 怎麼首期就可以借到錢 借到九成的錢去買屋 是啊 因為原本 應該有份工是可以買得起 給得起首期的那些人 已經買完了 嗯 然後這個銀行那個案 就是那個貸款額 越滾越大 就是我們上一集說 嗯 錢越來越多 然後貸款額越來越大 是 那我要找人借才有 是 就是沒有理由 那些錢放在銀行體系 然後銀行 帶著錢 不借出去 那他自己倒閉 是 所以找人借 所以呢 他就是 發明了一個方法 是跳過了正常的貸款方法 然後 就是客人來到 簽個名 就拿那間屋走 嗯 那這個就是 所謂次案 是 然後他們 計過條數就是 這些次案 根本擺明 就很容易撇障 是 因為很多人 其實根本上沒有 工作的 就是工作能力 可以壓割到 這個這麼貴的樓 是的 就是很容易 被一些經濟 或者被一些狀況 就會令到他撇障 是的 因為原本借得起 那些借了 我現在是找些 借不起的人 借錢 還在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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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賺錢幾倍的樓 嗯 擺明就在賠償 是 然後怎樣 然後他就做一些毒債 出來 就困你AAA 就去買 是 那將他 對了 AAA計劃 很高的程度 不是說那個 產品的安全程度 嘩 3條A真的很毒 對 那將他們 美國的和害 就嫁禍給世人 是 我真的聽說 高盛 現在華爾街的人 去其中 有錢人的地方 罵 那其中的罵 就是罵 那個 寶爾森 以前在高盛 裡面做 負責 批核這些債券 這些謎債 是什麼級數的 就是他批三個A 是啊 但是原來被人揭發了 喂 他自己 批三個A 另一方面 他們知道這些 是超級毒債來的 他轉過頭 他自己的公司 是 沽空了所有這些 這些東西 是啊 這個是擺明 是有心善大家 是啊 他就是 發明了這個 所謂swap的 不知道什麼 CDO 嗯 CDO就是說 如果這個 這個債券 那個人還不起的話 那 就 我跟你對賭 嗯 如果他一直還錢的話 我就每個月 就要給利息你 嗯 如果他還不到的話 你 你連本帶你還給我 是 這個是對賭的衍生工具 對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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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張 就是一張衍生的證券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做法 對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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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AIA 對賭的 對賭的 現在就是 其中一個很大的 人罵 就是為什麼 AIA 那時候是一個 其中一個 衍生出來的問題 那間公司 那 就是為什麼 美國政府 找到這麼多錢 去救AIA 就是因為 他賭的 輸了 是啊 嗯 那你想想 如果我 譬如說 賭一張CDO 就是我買一張CDO給你 賬面值是一萬元 嗯 然後我每個月拿幾百元 即是年式幾二十來 是 那你想想 我買一張 買一張這樣的東西 我第一年 即是在他未玩完之前 我收入很厲害 是 只不過他玩完了之後 就賠到這個破產 嗯 那所以 當時 AIA 頭一年買那陣 那些這樣的 是發達 是 然後那個 CEO 就是 拿這個特大 這個花紅 嗯 因為他們就說 哇 你真是聰明 是 你竟然想到 要買這些這樣的 有毒的衍生工具 不是 這些毒債 就有36A 就是他處於剛剛打完針 最high的狀態 不是 他是 他是買了一些衍生工具 是 就是說我們做保險的 是甚麼都可以保的 是 即是連你這個 那個刺案債券 都可以保的 嗯 那你來投保 我就保你 是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你的投保額大到 更大過AIA的資產值 是 那他都成 不是 我就是說 他拿著這麼大的花紅 就是他剛剛處於一個 黃金期 是啦 他處於一個很短暫 開頭的一個享受期 是啦 就真的跟吸毒一樣 剛剛打完針 下一個血菌 是最high的狀態 是啦 他還沒到糟糕的狀態 但是誰知道 原來這些是毒債來的 你high完了 原來到最後 原來是要還的 沒有一條命的 是啊 第二就是他還不起 但是因為那些債務 就是關乎於整個 美國人的經濟啊 還有很多人的民生 那所以就大到 那個債呢 就是要美國要 你不行啊 你不想得的 你想得就我們都想的了 我就幫你還這樣 哦 因為 就是以這個表面的新聞 或者是一般常識來想 嗯 第一就是AI 它是政府 政府有立例說 AI是不可以破產的 是 就是AI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 嗯 就是當時 現在不借米 是 那首先他不可以破產 因為你一破產 我們國民買的保險 以及那些退休金 全部沒有了 嗯 這筆數是誰 嗯 嗯 那那些人 就是 那些發毒債的那些人 就當然是固定這件事 嗯 就是把這個國民的 這個退休金 那些這樣的保險 用來挾持著去 是 這樣來 屈政府拿錢 喂 現在不是就是說 如果美國人知道這個人 是不是很憤怒啊 因為其實你根本上是借用著 一個漏洞 而你是強行去屈大家錢的 是啊 而現在大家生氣的就是 你說 你除了賺大錢 之後 我們知道這件事是這樣 但是沒有人需要負責 是啊 沒有人是需要坐牢 是啊 就是基本上 這條罪 如果不是在美國 這些應該是 就是 起碼是鞭屍幾次 那些 就是想像這麼毒的東西 全 全 全美國人的幸福 去 去 斷送於這個制度下面 然後去賺大錢 是啊 他們到現在沒有說過 說 究竟AI賠錢賠給誰 是 就是賠給 想這條 想出來的那個人 我就說 現在沒有透露過是賠給誰 就是 讓你去猜 或者你看到 你猜是誰 賠給 那就是銀行界裡面 幾個大哥裡面 其中有 其中那幾個 嗯 就是 肯定現在沒有破產 那幾個 那幾個裡面 一定有份 哦 那他們就賺了大錢 是啊 嗯 就是賺這個垃圾人的錢 嗯 跟著 AIA的CEO 哎呀 對不起 我當時下了一個很錯的 決定 是 我忽然之間眼大看過龍 是 這樣 我辭職道歉 是 I'm sorry 我退休了 是啊 我 決定 不再上班了 只是環遊世界 去散心 我對不起大家 是啊 我對不起大家 不過我仍然是拿 一億幾的 花紅 的花紅 拜拜 拜拜 可能當時 可能當時 他這個很不小心 這個決定的時候 可能他是 馬底收了一億幾花紅 是 就是很 覺意地 說自己很不覺意 嗯 他下了這個錯誤的決定 是 那都可以的 good good 也都可能是收了兩家柴 是啊 即是他買之前已經是 那些銀行家 喂 那 筍爺 真的 我給你錢買先 走的時候不行 我再給你錢 是啊 是啊 明白 所以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佔領華爾街行動 就是由2008年那次的事 引申到整個美國的市民 開始了解到可能是發生什麼事 還有發覺原來整個金融系統 華爾街 原來裡面是做了那麼多醜陋的事情 而產生了這些 再加上 失業率高 而產生的怨氣 是啊 因為他們有一部電影叫做 Inside Job 嗯 香港就是叫做這個 握錢帝國 你說起這個 Inside Job 我就看那些社評 或者一些評論 就是 特別是說影評 就是 Inside Job 這個 好像是 督爆華爾街的 一個電影 但其實說裡面的立場 其實是有偏頗的 即是他對於美國政府的責任 或者 這個整件事到底是怎樣的事情 他是很模糊地擺在說 這些是制度的問題 還有這些是人的貪欄裡面 產生的事情 但是說其實是 拿來掩藏了一些 真正的 需要人 需要負責任 即是裡面 Inside的事情 哦 那你美國政府裡面 管這個 管這個 管這個華爾街的那個人 都是華爾街派來的 嗯 你可以怎樣呢 是 那然後呢 一個 一個更大的秘密 就是這個 美國聯邦儲備局 是不屬於美國政府 就是 這個是 就是 很多人都是 完全不能夠相信 即是我當初都是看完 這個 時代精神 我才知道 啊 原來美國聯邦 儲備局 竟然不是美國聯邦政府 這樣 我都覺得是很突然的事來的 因為表面上 聯邦儲備局 說是那些人 是要美國 委任 嗯 那又怎樣呢 裡面那些錢 不是 不是 美國政府 可以管的 嗯 即是它那些股東 是 那些股東 是私人機構來的 嗯 即是 全部都是私人的銀行家 是的 嗯 然後又說這個 格林斯潘 和這個 白藍克 是這個總統委任 那又怎樣呢 嗯 這個人標出來 都是華爾街 都是華爾街 在後面 又權又勢 給政府 我想要這個人 坐這個位 就是 就是 那就變成了 完全沒有這個管治的能力 在那裏 亦都沒有制衡的能力 在那裏 就變成了 差不多是任由再割 是啊 就是最壞就是財政司這個位 都在華爾街 出來 你又可以怎樣呢 真的 跟著總統又不懂這些東西 嗯 是 本身去到 即發展了 即是成 幾十年 這個金融制度 已經是複雜到 我是都覺得 應該這個普通人 是很難理解的 就算有些人說 就算我一個經濟專家 都好 我現在做這麼多不同的 的東西 和那個制度 都是覺得 是一頭沒水的 是啊 那 所以就 管不了了 政府 嗯 那怎樣呢 有些什麼東西我們可以走 走 走到一個好一點的方向 就是 是不是真的要不是走這個 資本主義啊 轉行其他主義啊 還是 可以怎樣做呢 你問我 是 如果你答到你已經是格林斯潘 是吧 格林斯潘都答不到 是 格林斯潘答到他都沒有能力去 實踐 嗯 奧巴馬都實踐不到 是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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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有些事情 發生 就是 會不會 有些事情發生 真的發生一些 很重大的事件 是翻天覆地的 而 而 那個世界 一個很大的變動 而這些事情 才會一個大的變動 因為好像到現在這樣看有少少灰的就是 原來 由 128年開始 那個 那個制度是這樣走 走到 現在已經是 喂 所有的 可以權力啊 制衡 的 系統裡面已經是沒有了在裏 當而無存 剛才都不記得說 剛才就是說 傳媒也是那幫人 是啊 政治系統也是那幫人 然後 然後 教育也是那幫人 是 荷里活也是那幫人 是 即是在美國人 抹大眼見的所有事情 都是那幫人 都是那幫人 是 你的信念 都是那幫人寫出來 是 那 然後 香港又可以怎樣 我們 香港沒有理由管到美國 嗯 那我就說 會不會是 即是 2012 原來有些大事發生 即是我們 年齡兩年已經大事得很厲害了 那會不會有些大事發生到 我們意想不到 會有些改變啊 還是 去到 嘩這個 靈性最高層次 就是覺得 你是我 我是你 他 賺錢 剝削我 不要 我就是他 我 我 so far so good ok啊 比他網上挺舒服的 嗯 嗯 你問我 哈哈 都是只有廣字的 哈哈 那這個網台 不是只有廣字的 想怎樣 哈哈 暫時是假決方法 是把Isaat 搬去美國做總統的 都是沒用 都是沒用 轉頭就被人堆倒 我也覺得沒用 我不被人堆倒了 就是 Change Being 他不被人堆倒 就好像黑林頓一樣 在八宮佳佳鎮 哈哈 哈哈 是啊 然後又被人堆倒 哈哈 你不用搞 你被人堆倒了 搞 那我就覺得這個 topic 之前我和你 off mic 就說 其實這個 topic 還有想說的 其實今集都說不完 但是現在時間 我給你一點點時間 就是你做一個狂孤 想下去了 哦 哈哈 就是 每一個人的責任就是 認清楚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話 嗯 就是 如果有足夠的人口 是明白了什麼是真的話 嗯 很多事情會想 是 但是 我們現在 聽網台那些人 都是那些人 不要緊 你聽到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 會不會 如果有不用做的話 或者晚上下班 去支持一下這個 佔領終環行動 又或者過去參觀一下 理解一下大家發生什麼事 又或者你在 除了這個節目之外 你去看更加多東西 理解發生什麼事 就是 喂 另一方面 我真的我會看的 我自己這麼多年來都沒有 沒有買股票 是嗎 是 就是我曾經有買過 但是很快又放了 我是虧的 為什麼我不買股票呢 就是 當我 我想買那個股票的時候 我又會想去認清楚 我買的東西是什麼 但是 當我一認清楚的時候 大部分的股票 我又好像覺得 好像在找一些 剝術其他人 那我的良心 又過意不去 是 那我又覺得是 完全我處於買股票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 很理性的狀態 不是一個很理性的狀態 那我最後 是什麼都買不到 然後你發問 為人民服務的股票 做一下做一下就變成零 不是啊 我是連那些行業都沒有找到 可能有那些行業的 但是可能那些是二三線到 我也不知道它存在 通常那些做一下做一下都變成零 嗯 OK 所以 我覺得這個conclusion 可能就是 大家 就是 不要 不要 除了不要給錢 去支持一些 不好的 的行業 或者公司之餘 就是 拿多些去行動 去 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去Pass這些Message 給其他人 還有你可以是 走出來的行動 這樣 是不是應該去佔領華爾街 派指是 請聽Fallum Radio 你都不是華爾街 不是 中環 在中環那裡 是 好啊 那可以有些人去 給這個 推薦那些人 是的 哦 我們這個題目 一定有機會 一定會再講過 是的 那 好了 今集就這樣 拜拜 拜拜